警告你啊 见到我爸妈 你千万不要说你是总裁 我妈说男人没单变得有钱 所以很花心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放心吧 王秘书 你可得给我准备点普通的衣服了 普通的衣服 啊 好的好的 哎 先生 这里不能洗 我是老头啊 多管谁是啊你 公共场所不能洗 你得讲讲功德啊 先生 哎老头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就敢教训我 哎 你怎么吸不老年人啊 你还要不要脸 而且公众场合本来就不能出闻啊 你又是谁啊 你管我是谁 路见不平拔刀箱中就行了 对啊 你也太没工作心的了 就是公众场合要口令大家啊 以后别让我遇见你 爸妈 这是我男朋友大鱼 叔叔阿姨好 好好好 快快快进来 叔你 你表姐说 待会他要来 还带着他的新老公一起来 是你 这就是上午跟你说的那个 多管闲事的女人 没想到啊 坐坐坐坐坐 嗯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老公大伟 我们刚领结婚证 哎呀 你们这个房子也太小了 这沙发小的快坐不下了 早知道我们就不来了 我们家大伟可在市中心 买了一套两百瓶的金装房 价值五百多万呢 哎 你跟他们说这些干嘛 他们知道两百瓶是什么样子吗 这房子嘛 是小了点单住起来舒服 这种纸我见都没见过 不会又是你一定在哪签到领的吧 你懂什么 新香印可是国民老牌子 评诺是他旗下的高端系列 和普通纸巾都不是一个档次 你没有见识就别出来丢人现眼 你就吹吧 这上面还有个机器人呢 幼稚 我说你没见识 你还真是不识悟 这可是大伙的潮外 爱拼柔比 怎么 你们上流人士都不跟潮流的 姐啊 你这新闹工 你看就不简单了 我们家大伟 现在可是语世集团的供应商 我们马上就要飞黄同达了 艾米丽 你这男朋友做什么的呀 看这模样 就是打零工的吧 一个月的工资 估计就够他自己吃喝吧 是啊 我平常在公司的时间是很少 但是一个月的工资 不要紧 年轻人嘛 就应该出去闯一闯 以后啊 一定会有出息的 哎呀大伯 这我就可得劝劝你了啊 你千万要擦亮眼睛了 总不能把米丽嫁给穷鬼了吧 这里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家选女婿啊 不管她贫穷富裕 只要她人品正 爱我们米丽就可以了 对了叔叔 我听米丽说您喜欢喝茶 特意给您带了一堆茶杯 哎呦 这个 你也太破费了 这穷人啊 这是没办法 这天真人又是见识短 这种除力吐气的杯子 几十块钱就网上买到了 这可是 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破杯子 一岁就岁 哎呀米丽 回头在网上给你买个不就行啊 刚才你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 不管怎样都要懂得尊重老人讲功德 如果这点素质都没有 即便有再多钱 你也只是个社会败的 你这个穷鬼敢教授我 你知道我每个月赚多少钱吗 主包的 你进来一下 他咬人呢 王秘书 你怎么会在这 李总什么事 李总 你到底是谁 这是我男朋友 叫大义 女士集团的总裁 王秘书 取消女士集团和他们的一切合作 好 李总 对不起 都说都说 您不能这样做 您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破产了呀 像你这种无功德 不知羞耻的人 不配合女士集团合作 还有 这个茶杯 你们今天必须给我陪 这是什么味道 名城化 豆彩杯 价值 三千万